大家好 我今天介绍的是 Leica Nautilus 75mm 光圈 1.25mm AS Bridge 镜头 我现在介绍一支 1.25mm Nautilus 75mm Nautilus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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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mm Nautilus 是最大光圈 每一刻都是有点点声 有半级的 由无限远 最近对焦是0.85mm Nautilus 遮光罩是 built-in,是一扭出来的 filter size 现在变大了少少 变了67mm 除了这个金属盖之外 其实它还有一个胶盖 是跟起来给你,可以方便你平时用 因为这个跌花了就远远了 还有一个小皮套 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是一个可以预装tripper 或者是一个脚架,一个stand 它可以有一个位置给你装进去 这里装进去 还有一个日常用的皮套 这样就可以方便你平时用的 其实Leica第一支的Lautilus 是在60年代诞生的 那时候是1966年 那支是51.2那支镜头 不断地出过其实有很多款 有1.2,接着一代的51 2代,3代,4代,到0.95 但其实它的焦距只是有50mm 到现在2018年有了一个新的焦距 是75mm的 这个对于Leica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之前的Lautilus 它一直是说最近对焦是1米的 到现在这支是近了 是0.85米的,是近了的 另外在联动方面 它是更加精准的 改良了近对焦 景深淺而失焦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独特的 独一无二的散景效果 令到画面非常迷人 现在Leica粉丝又多了一个新的目标 我们不时会有小米器材的介绍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